活動主辦方Michelle Fan和楓天韻與五位使用化名的香港民眾通過電話會議 共同討論香港今年6月9號反送中以來 包括人權、警方性騷擾、民主、警方暴力等議題 期間有中國留學生布滿大會提出 必須將問題先發到網上提問的規則 當場喊話 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民眾提問 在共產黨控制言論的情況下 如何讓大陸的民眾了解香港發生的事情 大批在場中國留學生對此表達不滿 立場抗議 雖然說我是移民 但我在這裡聽到很多真實的消息 還有大陸的新聞封鎖了 所以你不會看到真實的事件 也敢出好心 也希望會回去讓更多家人知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讓他們有深入了解 知道中共在做什麼 如何殘害香港人 這場研討會在新澤西州警方以及校園保安的介入下 得以完善的結束 但是在出了會場以後 還引發了一場小風波 在場外停車場 有留學生對離開的民眾叫罵 也有持正反兩方意見的人繼續辯論 由於會民眾觀察到前來抗議的親共留學生都是由組織而來 他們質疑抗議的背後是否有中共領館的參與 應該予以調查 主辦方發表聲明表示 希望通過活動讓更多海外民眾 了解香港正在發生侵害人權不公益的現況 新唐人記者柯廳廷 韓瑞 紐約報導 chi設給物署 主性 來自 Fly